今天,小微为大家介绍一个免费、简单的赚钱方法。 那就是通过YouTube推广亚马逊联盟营销商品,并在2022年莫促销旺季中获得高额回报。 进入到2022年11月,即将迎来美国传统的网络购物旺季。 为了迎接11月到12月的销售市场,各大商家都会提前布局黑色星期五、网络星期一,以及圣诞节网购市场。 2022年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的时间是11月25日星期五,2022年的网络星期一Cyber Monday的时间是11月28日星期一。 作为世界最大的网络购物平台,亚马逊也将迎来打折促销季和销售高峰期。 和中国的双11、双12类似,美国每年的促销活动都可达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并为商家带来丰厚的利润。 对于从事跨境电商的人员和网络零售商来讲,必须提前布局年末市场,并准备充足的广告预算和库存。 如果你既没有Shopify店铺,也没有跨境销售经验,也可以通过亚马逊联盟推广各种类型的商品,并获得佣金提成。 亚马逊联盟,也叫做Amazon Associates Program。 亚马逊联盟营销项目面向世界开放,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都可以推广数以千万的亚马逊商品赚钱。 亚马逊联盟的优点是注册简单,使用方便,转化率高,并可以使用派安营收款到中国银行卡。 缺点是佣金比例较低,不适合推广低价商品。 如果你能获得足够的流量,并用于推广高价商品,也能获得每单30到50美元的佣金提成。 而YouTube就是一个提供免费流量的平台,我们只需发布相关的亚马逊商品评测视频,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免费流量。 打开一个名为The 5 Best的频道,这个频道的主要内容均为评测各种数码产品。 该频道的视频制作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使用AI视频制作工具,即可快速生成一段评测视频。 在视频的下方,还可以放置亚马逊联盟推广链接,方便观众购买。 除了亚马逊联盟营销收入外,该频道还通过YouTube合作者计划获得每月4000美元的广告收入。 今天,小微就为大家讲解如何开通一个类似的YouTube数码产品评测频道。 视频的制作方法,亚马逊联盟的推广方法,以及相关注意事项。 大家好,小微为你带来2022年最新网络赚钱方法和技巧,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并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个赚钱机会了。 在年末的促销季,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数码相机,智能手表,4K电视等都是非常热销的。 而且,此类商品售价往往在500到2000美元之间,每单销售提成可达50美元以上。 在开始前,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销售流程。 首先,我们需要注册一个亚马逊联盟账号,然后制作评测视频,发布在YouTube,并在视频下方添加推广链接。 只要有人观看了你发布的视频,并点击了视频下方的推荐链接,就有可能为你带来销售佣金。 你可以在后台设置收款人信息、收款方式,并填写W8表格。 完成了账号的注册,进入到下一步。 第一步,注册一个亚马逊联盟账号。 点击Google、搜索Amazon Affiliate Program,或者直接输入网址进入亚马逊联盟注册地址。 亚马逊联盟营销项目是面向全球注册的,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都可以免费注册一个Amazon Affiliate账号。 然后就可以开始推广Amazon的商品和服务并获得用金提成了。 点击Sign Up按钮,就可以开始注册了。 首先输入你的姓名、电子邮箱、密码,然后再次输入密码。 完成后,点击下方Create Your Amazon Account按钮即可进入下一步。 打开你的注册邮箱,你就会收到一段数字验证码。 你只需把数字复制到Enter One Time Password一栏即可,然后点击Verify按钮进入下一步。 进入到下一步,首先选择国家,我以中国为例,选择China,然后输入你的电话号码。 点击验证按钮,你就会收到一个六位数字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即可进入下一步。 验证完成后,我们就进入了注册页面。 首先在Pay Name一栏填写你的姓名。 地址一栏可以填写你的居住地址。 分别填写你的居住地址、城市、省份、国家,并再次填写电话号码。 完成后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 进入到下一步,输入你的网站地址。 如果你没有个人网站,你可以输入你的YouTube频道地址,或者免费网站地址,例如Medium、Google Site等。 在下方网站描述一栏,是否针对13岁以下儿童选项,选择No就可以了。 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在店铺名称一栏可以随意选择,网站描述一栏可以进行简单的描述即可。 网站主题和推广产品类型可以随意选择,网站类型也可以任意选择。 网站流量和盈利模式一栏,简单地勾选必填选项即可。 包括网站盈利方法、流量类型、每月流量、加入原因等。 填写完成后输入验证码即可进入下一步。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整个注册流程。 输入用户名密码就可以进入到亚马逊联盟营销的后台页面了。 第二步,制作数码商品评测视频。 打开Google,搜索Best Laptops关键字,就可以搜索到很多相关的内容。 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名为Best Laptops for College Students 2022的关键字,也就是适合大学生使用的笔记本电脑。 在Google搜索结果中选择一篇笔记本评测文章,并把文字内容复制到空白处。 打开Google,搜索AI Rewriter关键字,也就是人工智能重写工具。 选择一个免费的重写网站,并把文章内容复制到空白处。 点击转换按钮,并获得一篇新的文章。 AI重写工具的作用是避免重复,并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工具快速完成一篇内容相似,可读性强的原创文章。 有了文章内容,我们还可以通过文本转视频工具制作视频。 打开Google,搜索Text to Video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很多文本转视频网站。 而InVideo就是一个简单好用的文本转换视频平台。 进入InVideo的官方网站,并使用自己的Google、Facebook账号登录。 登录到InVideo的后台页面,点击Text to Video板块,并选择一个视频模板。 添加标题,输入文字内容,点击Next按钮,就可以自动生成一段视频。 InVideo会根据文字内容自动生成视频和英文配音,非常方便。 完成了视频的制作,导出到本地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InVideo的免费版本仅能输出标签视频。 如果想要长期使用,则需升级高级账号。 尽管InVideo的使用方法非常方便,我还是建议大家使用剪辑软件PR进行后期处理,并达到最好的观看效果。 你还可以在视频中添加笔记本厂商提供的宣传广告,以及各种参数,提高评测视频的专业性、权威性。 第三步,发布视频并添加推广链接。 完成了视频的制作,上传到YouTube频道即可。 在视频描述一栏,我们应该输入各种类型的笔记本型号,并添加亚马逊推广链接。 以热销的2021Apple MacBook Pro为例,进入亚马逊网站,搜索该电脑型号。 并点击屏幕左上角SideStrap按钮,就可以获得亚马逊推广短链接。 按照这个方法,把视频中提到的多个笔记本型号和推广链接放置到视频下方即可。 完成了以上操作,你还需要为这个视频添加封面、标题、标签、字幕,并进行整体的优化。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操作过程。 除了发布笔记本评测视频外,你还可以发布智能手机、数码相机、智能手表、4K电视等商品,并获得更多的佣金收入。 只要经常性地上传视频,你除了可以通过亚马逊联盟赚钱外,还可以加入YouTube合作者计划,获得广告收入。 亚马逊会定期把佣金收入转账到你的Payoneer派安营账号。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派安营账号,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观看注册流程。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欢迎大家观看本频道的其他赚钱方法。 再见。